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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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巧合让大家认识到我 但是我希望说 因为SNH48其实是一个属于比较成长系的一个团体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看到我的成长也能够看到我们整个团体的一个进步 最难忘的应该还是去年第一次总选举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速报跟中报都没有进的 然后就在最后那一天宣布总选举名次那一天 然后念到第四名是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整个人差点崩溃了 就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因为没有想到会得到第四名 然后那个时候就看见台下 我的粉丝就有那种痛哭的啊 什么欢笑的 就现在还在脑海里回荡 居静一 真实的居静一 其实是一名非常平易惊人的成员 也许是她身材最娇小 但是呢 她的胆识和爆发力 让所有喜欢她的歌迷都为之振奋 广州万人演唱会上 她的一曲叶峰 让所有人记住了她 现场的live歌唱能力几乎达到了CD的水准 今天她跟徐晨晨的合作几乎敬畏天人 无论你喜欢那个独唱的时候 女神份十足的居女神 还是那个在16人歌曲当中 用120分力气跳舞的小居 她已经做到了在舞台上 散发自己的光芒 恭喜居静一 谢谢大家 这张《雨季之后》的专辑呢 是我们2015年春季就是出的一张专辑 这是《雨季之后》这首歌呢 是我们由三个队一起录制的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难度性 应该是在于三个队的默契 因为第一次是三个队一起录制一首歌 《雨季之后》这首歌呢 也是我们也出了一部这样的音乐纪录片 但是我看过那个纪录片 可能讲的就是 在进入SN48以后 有离开的也有留下的 就是留下来坚持的 然后我看完有一个感想就是 可能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坚持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其实从入团前到入团后 我的梦想一直没有变过 所以坚持对我来说 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 让眼泪变成信仰的群长 光荣的身旁 剪在黄凉沙丘之上 用时光熬成希望之狂 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念念不忘 终能得到回想 用梦想建造自己的天堂 用梦想建造自己的天堂 经历过时光 不愿回首光芳万丈 多渴望那时你还在旁 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念念不忘 总有一天你的事迟不放 总有一天所有狂风之浪 总会换来重发 我最期待を 应该是有某一个特点叫一个特质吧 比如说笑起来的时候 特别的阳光让我心里看的 就特别的舒服那种 有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还没有遇到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 其实对这种复古风格的歌曲 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因为小时候在家里的时候 起床那个时候 我妈都会放那个收音机 然后里面的那种歌 都是老歌啊什么的 然后尔如梦然就越来越喜欢 当时期待的可能就是说 有了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舞台展现自己 但是也没有想到说 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或者说你可能这里 干完一些工作回去还要公演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但是现在自己还是能够承受的 我记得可能是刚开始 进入SNH48的时候 就没有进入之前 是没有想到说 因为身边人都是朋友嘛 没有想到说会有那种 对你有不好的评价 或者是挑刺的那种 但是进入了之后 就是看习惯了这些之后 整个人就好了 就不再会在意这些东西 就不再会在意这些东西 好伤我千里轻轻轻轻 不再会在意这些东西 也会在意这些东西 又一半 哎呀 今年除了雨季之后这张专辑呢 还有一个让我很紧张 也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第二届总选举要来了 我们这一次总选举呢 会在7月25日在上海举行 针对这次总选举 我们有准备一张新的EP 叫声一下好声音 正在筹备当中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 Zither Harp 去红色的月牙 有一丝牵挂 运行在夜空的一片 安安静静的喧嘎 就连一通电话 也在没有回答 讨厌你却在我的心里 想要一直等你回来吧 就算今天也是不做饭吗 感触你不放 我只能让自己开始变得没有牵挂 只剩一人满路 走在白犹路上 聆听寂寞不写 擦出的步伐 想要一招拆别空观 带走了悲伤 一边哭泣 一边想想 紧紧拥抱着你步伐 现在的我已迫切希望 立刻飞到你身旁 怎么会这样 喜欢着你 让我沉醉了无法自拔 人在心中没有这样小小的期望 夜风吹来的悲伤 夜风吹来的悲伤